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沙利沃斯參數正齒輪篇 那這裡先前有介紹過靜開線齒輪的畫法 那這邊有部分的人可能會在更改參數的時候會發現說 這個齒形會有錯誤 那這一次就是藉由這樣的錯誤來找出的原由 那這裡來更改的另一個驅動式的數學式 就可以避免這樣的錯誤 那這邊如果你有這方面的需求以及這方面的困擾 我們就可以繼續往接下來的單元來觀看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做呢,我們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們在學參數正齒輪之前呢 我們要有學習須知 那這裡呢,會建議你先學會的數學式的入門篇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大量的使用數學關係式 那你如果對於這一塊比較不熟悉的呢 我會建議你先去觀看入門篇 這樣子你對於數學式的設定呢,才有一些概念 那再來如果你是看了先前的 建開線的齒輪畫法篇 然後遇到問題的呢 我會建議你來這邊呢,觀看單元 那如果呢,你是遇到問題的 我建議你直接跳到參考草圖這個地方 那直接來做一個驅動曲線的一個更動 那把這邊的數學式呢,來變化一下 這樣子呢,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問題就被解決了 那這裡呢,我們就依照各位的需求來去觀看單元囉 首先呢,我們現在畫之前呢,要先建立數學關係式 那這裡我們在建立數學關係式的時候 會花比較多時間來做一個建立 那等一下在繪圖的時候呢,就會比較快速 而且未來呢,我們不需要再重新畫一次 我們只需要畫第一次的正齒輪呢 未來只要更改裡面的參數 就可以變成我們想要的尺寸的一些齒輪 或是尺數等等的 那這裡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直接進入了數學式的一個設定 那這裡如果你不知道怎麼進來的呢 我們從上方列的工具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數學關係式 你把它點進來之後呢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設定的是什麼 是整體變數 那這裡整體變數呢,你可以按下暫停放大來觀看 或者是這個地方,大家可以按暫停來看 那如果不清楚的呢,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我也會把這些數學式的一些設定呢 放在上面,那你可以直接用複製的方式呢 把它複製過去 那這裡呢,我們看一下 這邊我們都需要去把它輸入進來 尤其是整體變數這個地方 那這裡會跟 進開線齒輪篇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我們在底下多了兩個 第一個是α,第二個是β 這兩個角度 那這裡呢,主要就是來修正 驅動曲線它的一些錯誤性 那這裡呢,我們修正完之後 等一下呢,後面會再來做一些 示範要怎麼去更改它 那我們多了這兩個 你可能看起來會比較複雜一點 那我們多這兩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排除這個問題囉 那這邊呢,先讓大家做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畫出參考的草圖 那首先呢,我們先進入了前基準面 那我們在進入前基準面的前提呢 是我們要先把數學式呢,都建立好 那我們剛在前面 數學式,我們各位的整體變數有都建立好了嗎 那建立好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標註 那主要呢,會有三個參數 就是df,df以及db 那這邊我們進入草圖 那這邊我們進入草圖 首先呢,我們先畫出了三個圓 首先呢,我先給它db 連接完,按打勾 再來我給它一個df 連接完一樣按打勾 最後呢,我給它db 一樣做打勾 那這裡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會發現db呢,是中間的這個圓 那這裡呢,我們就把它選舉起來 然後把幾個建構線給它打勾起來 那這樣子呢,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圓的畫法 那等一下呢,我們就要把 建開線的曲線呢,給它畫出來 那各位先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我們要繪製的是建開線 那這裡呢,我們先從圓心這邊 畫一條中心線,連接到這個圓這裡 那畫完之後呢,我們就要進入 曲線的驅動的程式 那這邊呢,我們在影片底下呢 我們先輸入第一個 我們等一下會繪製出兩條的驅動曲線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從工具這邊打開來 草圖圖圓再把它打開 我們會看到數學式驅動曲線 我們把它點進去之後選擇的參數 選完之後呢,我們直接用複製的 那記得,等於後面再複製 我們等於前面是不用複製的 那我們如果在複製的時候呢 會發現說 假如你是用輸入的 發現它是紅色的 表示有錯誤 那這邊有錯誤的話 我們就要去更正 所以這邊會建議各位用複製貼上的 那這樣錯誤率會比較低一點 輸入完之後 T1、T2呢,是0跟π出以4 輸入完,按打勾 基本上它就會建立出這一條的 建開線 那我們會發現這條建開線的起始點呢 它會在這個曲線的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都有設定好了 連接完之後呢,我們把這條線連接起來 像這樣把它連接起來 畫好之後呢 我們在這裡畫一條 中心線 然後是連接到這個 最外面的 尺的一個外的外徑 這邊我們要給它一個距離 那這邊我們給它距離是多少呢 那就是這個 β裡面的一個數值 我們就把它複製起來 那這邊是沒有乘以2的 那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標註尺寸 記得標註的是裡面這個角度 標註完可以給它等於一個 我們把它複製過來 就是這個數學式 那這裡呢 也許你不會去用到這個尺寸 那我們建議各位呢 也是把它標註起來 那有時候我們在建議第二條的時候 可能需要做一點輔助 那你不一定會用到 那這邊呢 就看各位 有用到的話 就把它標註上去 基本上另外一邊呢 它的角度也是一樣的 那這邊一樣 我們再繼續做下一條的 驅動的程式 一樣我們把它進入 早讀圖遠的 數學式的驅動曲線 那一樣點選參數 那再來我們要複製的是第二行這邊 一樣在等於後面的 才把它複製過來 那我就做的比較快一點 因為這邊呢 我們剛都有示範過 那就是直接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輸入的一樣都是 排除一次 輸入完之後 我把它按打勾 那這裡我們就會看到 第二條已經完成了 那基本上呢 我們把這條線 連結到中心呢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 這裡的一個草圖的建立 讓各位看一下 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這條線 你也可以把它修剪掉 那但是修剪掉之後呢 它的限制就不見了 我們就要重新給它限制住 記得我們最終 要看到這裡 是一個完全定義的 完全定義的話 我們未來才能夠使用 再更改參數 不然它有可能會產生錯誤 那這邊各位先做到這裡 等一下我們就要運用這個草圖呢 來做出我們齒輪3D的外型 好那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齒輪的外型 給它建立出來 那這裡呢 我們用剛所做的這個參考的草圖呢 把它做出剩下的外型出來 那首先我們選擇這個草圖呢 做一個伸長填料的動作 那這裡我們會發現 那我們是沒有辦法做的 那沒關係 我們在索選輪廓這邊呢 把所有封閉的草圖 給它選舉起來 像這樣子 記得所有的都要選舉起來 選取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裡就可以去做一個生長的動作 那這邊我給它是兩側對稱 那這裡的厚度呢 是使用手動的方式 那這邊就給各位去嘗試 那你可以去連結數學誌 那這邊就看各位的需求 做完之後呢 我再把這裡點選開來 然後再點一次這個草圖 再做一個生長除掉的動作 那這邊的做法一樣 我們點選手選輪廓 然後把這個地方的凹槽 給它點選起來 像這個樣子 那這裡我給它完全貫穿兩者 那這邊呢 兩邊都會做完全貫穿的動作 那我就直接按打勾 這樣子呢 它就做出了這個尺形 那這裡呢 我們把這個草圖給它印章起來 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接下來呢 我們做出了圓角 這裡呢 我就選擇了 底下尺底的這兩個邊線 那這裡呢 我們要做一個圓角 那圓角的尺寸呢 不是手動設定的 我們給它等一個R 那這邊連結的數學誌 它就會自動去算出來 這個R角的尺寸 到底需要多少 做完之後按打勾 那基本上到這裡已經快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 深藏除掉以及圓角選舉起來 然後使用環狀複製排列 在這個環狀複製排列的軸呢 我們選擇最外側這裡 然後這個複製的數量 我們給它等於T 然後T呢 一樣是連結的參數 做完之後按打勾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正齒輪的外型 而且它是漸開線的 那這邊剩下的 有可能是有一些洞 或是漸槽 那這邊就留給各位去手動 去把它繪製出來 那這裡 大家就先嘗試到這裡囉 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來驗證一下 我們更改了我們的參數 它會不會跟著連動呢 那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驗證一下 當我們更改了參數呢 這個齒輪的外型 會不會跟著連動呢 那首先 我們開啟的數學誌 那這邊簡單一點 我直接把尺數從20 改成25 然後按下確定 我們看一下它會不會直接的做更動呢 好 很明顯呢 我們看到它已經變得 比較大一點點了 那這邊呢 我們再做一次 我們把它更改成35 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再做一次驗證 好 我們發現 它已經做更動了 那這邊呢 我們再做 最後一次的更動 這裡我把它變小 假設是12尺 看它能不能也把它做出來呢 好的 沒有問題 那這邊呢 我們驗證了三次的更改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呢 更改魔術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這邊就留給各位去嘗試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參數的一個更改的動作了 那這邊呢 就可以去克服它 那這邊呢 就讓大家去靈活運用它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那我們今天呢 所學會的呢 是一個參數的 漸開線正詞輪 所以當我們 繪製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更改參數的方式呢 來變成我們想要的一個齒形 而且呢 它是漸開線 運用著 數學視序連結呢 直接幫我們做出這個 這個漸開線的外型 所以呢 我們在建立上呢 就會變得非常的輕鬆 而且是做一個聯動的動作 那這裡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 魔術或者是齒數的變更呢 來變成說 我們要怎麼去搭配正詞輪的轉速筆 那這樣子呢 藉由這種方式呢 來套入我們的 3D的設計 那有時候呢 我們是在3D 是不需要畫出這樣的漸開線 那 當然要看你的需求 如果你是想要用3D列印出來的話 能夠盡可能的畫出漸開線的話 我們齒輪在傳動的時候 轉動效率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如果你是要 給加工廠去做 直接的磁型的一個 加工的話呢 我們是不需要畫到漸開線的 我們只要給它齒輪需要的一些參數 它就可以把我們做出來 那這邊呢 就要看大家的需求是什麼 來去做建立的 那今天教導這種方式呢 我們可以透過更改參數呢 來轉變成我們需要的磁型 而且呢是自動去更改的 是相當方便的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掰掰 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不會採用